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接近安全措施 外面下着旁沱大雨 忽然之间有个汽车 转一声来到飞机旁边 跑了个人下来 穿着雨衣 看不到是谁 不停拍门 看他有手势 一听不到 手势就是开门 空中小姐说不能开 已经准备起飞 如何开门呢 但他肯定不离开 没办法 开门让他看谁 一开门 原来是基斯 当然 这是个笑话 没可能的 基斯不在飞机上 怎会关起飞机门 我们经常在地上 好像尼噩德摩 那样 他是很聪明的 一个师傅 但他不明白耶稣说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很聪明 他是从人的眼光来看 所以只看人间的事 要去到天主那里 没有可能 怎么办 我们只是靠自己努力 但耶稣不是 耶稣是来自上天 他来到我们当中 向我们启示 原来我们是天主所爱的子女 这个我们完全是 没有可能是明白得到 没有可能是自己 创造出来 是想象得到 只有耶稣去降生圣日 向我们启示 我们才知道 我们最后的身份 原来是天主可爱的儿子 可爱的女 他从一开始 就深深地爱了我们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如果我们的信仰要起飞的话 我们不可以没有基师 我们不可以 不让耶稣坐在我们的驾驶仓里面 那怎么办 亲近耶稣 看福音 默想耶稣 朝拜圣体 和祂聊天 学习祂 聆听祂 耶稣基督 要成为我们的真理 生命 道路 各位兄弟姐妹 每有人上过天 除了那自天降下的人子 任务呼音 三章十三节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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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